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1924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 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 即1924年至1927年的阶段 和1927年至1936年的阶段 今后则是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 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 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 可以参加革命战争 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 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 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自然阶级群众 是愿意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 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 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 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 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了限制 一部分世界群众 则具有无政府的思想 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 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 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 就不得不落到党的肩上 在这种时候 任何的革命战争 如果没有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 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 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 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 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 而且也最能虚心的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的经验 而用之于自己的世界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能够领导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 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 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 如果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 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